我相信这是这今年来最红最红的字眼 原因不在于因为 Apple OK 原因不在于它 虽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反对我 其实Wareable device 在早在五六年前的时候 非常非常多家大学 甚至其他小公司 他们就应该在做了 OK 那他们主要原因 呃 希望做到的事就是 因为我现在手上 身上佩戴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我不希望说一天到晚 这个也要拿一个device 另外也要拿一个device 如果说我们的integrate 到一个device 那它可以做所有的功能 那不是Wareable吗 好 iWatch 大家都知道今年 如果没有太大意外的话 iWatch 应该会上市 那iWatch 事实上 它不只是说它可以跟iPhone做一个结合 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去 增测 使用者的心跳 以及它的血氧黄度 那其实在 美国的 Apple的网站 我是直接从他们网站上下载的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器具 OK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跟其他的小公司 合并买过来 Apple 直到2014年 在 生医工程这方面的 Pattern 有高达23项 OK 非常非常多 就是近五年到十年啦 陆陆续续收购公司 陆陆续续发股的Pattern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看的东西是 非常非常新 跟大家 以往再去想 光电 再去想什么其他东西 那些东西 你们接触的人都听了很多 这东西绝对是非常新的 那另外一项 是 2月才出来的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Apple的产品有非常多 像其中一款 iPod 其实他们已经想要把这个 product line 给 close 掉 原因是为什么 他们想要做一个 就是Apple 它里面 其实就可以直接去 做iPod 所能做的事情 另外 它还能去 侦测一些 所谓的 Biometric 的一些 就是我们身体体态 姿态 甚至我们身体 一些状态的 一些资讯 那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大家想想法 为什么Apple想做一些 类似这样的东西吧 可以侦测我们人体的一些 身体状态 用手表 或者用手机 有没有想说 为什么 还是大家都真的没有什么 看过影集 都是 太努力的 在 客业上面 有没有人看过一些美国影集 就发现 好像美国人很喜欢早上去 晨跑 晨跑的时候都会带着一个 耳机 在那边边 编定音乐 变成好 大家都没有人都没有看过吗 好吧 那其实这主要跟他们美国人的生活习惯是非常相关的 那如果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 monitor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状态 有一些 有一些 或者甚至有时候你突然有一个紧急的状态 这些 所谓的智慧装置 他也能够很及时的去take out 这些异状 然后透过云端系统 他可以及时的帮你call ambulance救护车 那这下面是我有写一个reference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 不过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非常新 那都是属于国外的东西 所以大家就要念一下自己的英文能力 这个东西 昨天新闻出现了 OK 非常非常新 仁宝与长庚要合作长工穿戴装置 OK 我放一段影片就是 news 给大家看一下 长工大厂仁宝今年的积极转型 要切入穿戴式的装置 Eco新推出了四款的智慧衣 主打的是医疗照顾 还结盟了长庚大学 智慧工智不止智慧手环校长 穿着这件衣服呢 可以透过里面感测经验就知道 有没有投配 或甚至两边 这边有感测晶片 就可以知道身体走路知识 翻开衣服 就有感应晶片 上半针总共务科 根据行走知识 投配别的党都能感应 资料则上去手机 做远端治疗照顾 而人暴走经历 神卫充 也就依然有信心 预布应该在明年 差不多第二季到第三季 应该可以推出上市 明年我们推出的时候 应该在国内的市场率 绝对是相当的高 应该是差不多五成以上 人暴一口气推出四款 而绿色智慧衣更神奇 会表图书的部分 可以吸收电磁锅 通过电池 测心跳 测血压 听一件走路动空的智慧衣 腻下中有感测晶片 被探水 及时监测 PH值 人人暴也结工 国内最大医疗体系 长庚大学 要立抗传产业的智慧衣 我想我们的优势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结合 一些IT的产业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所 智慧衣检测出来的资料 跟Data 然后跟长庚这边 经过医疗体系 去做临床的一些诊断 发开袖子 陈卫充 原来无数客 戴品智慧手表 手上这一支 就是三星产品 用主公比天代工人暴 今年积极转型 用智慧装置 物理网商机中 杀出一条血路 猜秀人化妆 OK 好 上面也有 也有是个影片的领阶 大家如果想去看一下 他的新闻实际的一些内容 也可以去看一下 为什么提出这两样东西出来呢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 生医工程 已经不再只是我们大学 在做一些 好像遥不可及的研究 他已经走到社会上面 他已经走到产业化 商业化 OK 那我想大家 三代大三大四这个时间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position 因为 国内非常非常多的大厂 想要尽急的去往这个方面发展 国外也非常非常多 就像我刚刚讲的 Apple 已经目前 陆陆续续在收购一些小公司 在做这些类型的东西 所以 呃 这个部分 希望大家有点 开始有点感觉说 OK 声音工程到底 可以拿来做些什么 好 那回归我们的主题 声音工程的部分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呃 穿的装置 就可以看到说 他不只需要 可以了解 生理状态的一些医疗人员 或者是 呃 生物学家 他其实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工程人员 那 举番练习 机械 或是化学等等 或是那个材料 材料等 我们都需要这样子的人员 在共同合作 然后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我们能够解决一些 生物医学上面 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那这个是比较属于 传统化的旧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 我们在讲声音工程的时候 我们主要想到就是 啊 医院会用到什么东西 我们工程人员 就要去负责拍拔出来 所以我们有一连串的 呃 影像的系统 包括X光 呃 CT-SCAP 到呃 近20年来 比较红的MRI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没有一个辐射的 呃 一个Dose 所以对人体来讲 是比较 呃 不会有伤害的 那核瓷造影 它主要除了可以提供一个 结构性上面的一个影像 它其实也可以去提供一个 所谓的功能性影像 那像左边这一 右边这一张图的话 你会看到就是会有红蓝色的 这些东西 那它代表什么呢 它主要代表是你的脑部 在你看到了前面 比如说是一张脸 或是一个房子 你的脑部有哪一些地方 会特别的活化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知道说 OK 那我们MRI可以来 拿来做所谓的Brain mapping 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哪 到哪里面到底是在想些什么 我们怎么样可以直接用脑 念力去控制一些东西 这个不再只是周金驰的电影了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在两年前有一个布朗大宣 他们做出用脑电讯号 去控制及其手背 这张图的通话 在这张图码 两人和战区的脑部 他们不用操规动 用的方式 可契者 二人和脑部 用脑部很笔 只是想想想想想用 用头的手指 用区别的手指 及尤其手指 这样 用手指 所以他们想想 try 用手指 as though they were reaching out themselves with their own limb, and the robotic arm moved much the way their own arm moved. One of the far-standing questions, not only in neuroscience, but in neurorehabilitation, is whether the cells in the motor cortex and other parts of the brain, whether they continue to function the same way, years after that original injury. It is possible to repeat. Okay, that we'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the video. I'll explain to you briefly. That we know that we know that the e-sies is used to be used to support the body, That we know that these years have been removed. So we can start using some of the kind of e-sies, to control the e-sies. That we can not only use the first time, but we can use some of the inside of these things to use. That later on, we can use the inside of the brain. For now, in this year, people will find out that 我會不會可以做一些所謂的 feedback system control 有人對control有興趣的就會去想到說 OK 假如我叫一個使用者去拿一樣東西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軟還是硬 通常都是要等到我們 poke 到了以後 我們才會知道 那所以這個 feedback system 就可以告訴我們的肌肉說 OK 我現在可能摸到的是一顆蛋 所以不要再持續的用力捏緊 那他就不會把這個蛋給捏碎 然後甚至如果說我現在摸到的是一個水壺 那我要用到的力道到底應該是什麼樣 所以這一連串都是工程與醫生上面的一個 所謂的 brainstorming 產生出來的一個產品 OK 那再來給大家看一個就是所謂人工的東西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 3C 科技非常非常好 那當然我們的眼睛眼力也越來越下降了 希望大家都不會需要有用到這個的一天 人工視網膜 OK 我都知道視網膜是沒有辦法自行 repair 的 所以一旦它有 damage 的時候 我們只能去種一個人工的東西 那他主要的東西呢就是比如說像你戴一個眼鏡 那眼鏡旁邊呢它有一個 camera 它把這個你看到的影像 把它經由無線傳輸送到你體內的一個電刺機器 那這個電刺機器呢進而會去刺激你的視覺神經 那你就會覺得說你好像實際有看到影像 那在過去來講呢在 2004 年的時候 這個 second site august 這家公司 他們有做出一個非常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 prototype 大概 concert 上 16 個 electrical 就是 16 個電刺機器 你就會發現其實 16 個電刺機器 你好像看不到些什麼東西 它到底是什麼圖形也不知道 然後他們經由模擬發現說 我們大概需要到差不多 1000 多個 electrical 我們才能夠知道說 我們現在實際看到的影像其實是一個人 那現在微電這個 nano chip 這些東西 非常非常的發達 所以如果能夠做到這樣 1000 多 electrical 我相信在未來十年應該不是一個太難的事情 那剛剛講到了人工的部分 講到人工部分 我們就可以講到另外一個所謂的屋根 printing 因為我們都知道 要等一個可以適合自己用的一個器官 是非常非常難的事情 OK 說你可能要不小心的很期望別人可能死掉 才有辦法得到 對不對 然後再來你要想說 欸 我們兩個的身體 不管是狀態來講 我們的血型怎麼樣都一定要 match 我們才有辦法拿這個部分 所以在世界衛生組織的時候 他沒有去統計出來 在 2009 年的時候 大約大約有十萬個人 OK 還在等待這個器官捐測 這部分 所以假如說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的自體細胞 而去產生一個我們想要的人工器官 這不是非常好的事情嗎 不用再等待 而且我們不用再去想說 會不會有相應性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就來到說 現在已經有出現了一個 大家聽過3D printer 可以去print一台車出來 現在已經可以print一個open出來的 OK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無論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秀影片給你們看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自行上下車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他只限你一些比較簡單的部分 比如說血管 OK 這是屬於一個比較簡單型的東西 如果太複雜的話 目前來講還是一個有困難的部分 那我相信以後 這個應該也不是會被解決的東西 所以綜合前面來講的話 這主要就是要告訴大家 聲音已經是一個趨勢 OK 聲音工程這已經是一個趨勢 那他需要結合多方面的人才 那希望大家也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可以去進到一個比較新的一個產業 那我們實驗室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三個人為一組 我們實際的實驗室是在理打管30次 那確定選客名單以後 我會讓選客的同學 可以進出實驗室的門禁塔 OK 所以你們有24小時都可以進出 都是所謂 那以實際課程來講 然後一個禮拜一次 那時間還沒有規劃出來 到底是禮拜起 OK 因為我發現過往的時候 我就是利用中午的一個食譚 但我發現不是有些人就是跑去買便當 就是便當吃完以後 血液都往肚子裡面抽 所以大家從一片睡著了 OK 包括同學 OK 所以這個時間點我還在考慮中 可能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我會想要把它募到早上的時段 OK 那星期幾這個也還沒有規劃中 那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們的實際的課程內容 我們總共分成為三個前導實驗 一個其中報告 一個其末報告 專題的部分 那前導實驗的部分 這個暑假我會跟李老師再稍微討論一下 因為我覺得有些東西我們是可以update OK 我希望讓大家try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機到底怎麼樣去進行的話 還是可能會有更改 那大家就是可能就把它當成一個概念 你看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基本的生理信號的策略 大家已經剛剛看到 欸 不管是wearable device 或是我們去concure robot 我們要的都是我們身體裡面發出來的訊號 那在這個實驗 前導實驗的部分 然後我們針對三個一個比較基本的一個生命電訊號 包括心電 肌電 還有腦電 所以我們會先經過利用商用引擎去實際測量說 這些wearable在正常的情況下面 到底應該是長成什麼樣子 之後呢 我們會要求大家去利用 大家已經學過的一些電路上面的知識 然後去創造出來一個可以整測這三種 生理電訊號的一個電路 然後今年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現在wearable device這麼厚 那我們就來走五線吧 OK 那這部分的話 還是必須要配合 再跟老師多想想一下 我們要主要再把這樣東西再squash進去 因為我們的課程其實排得非常的要滿 OK 但是可以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確有些有這樣的想法 那在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們非常非常遙控 去跳到一個所謂的生物晶片屬性 我相信現在你們有時候去跟 就是教授 學時過這場實驗課的人去討論 生物晶片這個部分 其實是普遍來講大家都不太愛的 OK 因為它時間非常非常的長 我們需要用一天半的 就是週末時間一天半的時間 來去完成這樣實驗 OK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樣東西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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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原因為什麼 我們大家都知道 過去十幾二十年 許多許多的科學家 他們都很努力的想要去map出來 我們人類所有所有的基因 那map出來的基因以後 我們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所目的呢? 第一個 假如說 我找到一個 如果說我有一個犯罪現場 我找到某一滴口水 或是某一片頭髮 我想知道犯人是誰 我要做什麼? 基因match 對不對? DMMA match 這樣我就知道犯人是誰 再來 我們很多知道說 遺嫌疾病 它其實是會遺傳的 從上一代遺傳到下一代 那假如說 我們可以去把你的基因做profiling 去把分析出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OK 你的確的家族有什麼樣子的病史 所以你有幾%的機會 會容易得到某一種特別的癌症 OK 這是其中兩項 我們講到說 為什麼我們想要去定序一下我們的基因 就是沒有經過藥物質量過的消磨 那我們會把它做一連串的反應 讓它最後可以在我們的生物晶片上面 做hybridization 那生物晶片上面有什麼呢? 它其實有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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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可能前面燈光太亮 你怎麼知道 它其實就 如果就把它放大來看的話 它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點 每一個點都代表一個基因 我們所使用的晶片上面有兩萬多個基因 OK 那如果說我們的 sample 再跟晶片上面的某一個點 有產生反應的話 就代表說 我們的 sample 的確有那一個特別的基因 那經由這樣的定序方式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成果 然後經由電腦去判斷出來說 OK 這個點它有足夠的 signal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OK 那這個 sample 到底能夠拿一些記憶 那這個後續其實還有一連串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實驗的課 沒有辦法讓很多時間 讓大家做的 也就是所謂的 dip and access 因為想想看 我們有兩萬多筆資料 如果說我們有十幾個 sample 二十幾個 sample 我們難道要用人工 這樣守隊的方式 一個一個去把它找出來嗎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 我們比如說對資料 特別有興趣的同學 我們怎麼樣可以去做 Data mining的部分 去把這個部分去解決它 OK 那我們會拿實際的超音波機器 讓大家去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那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說 基本的一個醫療影像系統 我們要的是什麼 OK 因為直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個醫療影像系統 可以去取代所有其他東西 我們不可能用MRI 所以我們不去取代 X1 我們也不可能用超音波 完全去取代其他的 其他的醫療影像系統 那我們會讓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每一個醫療影像系統 它有一個獨特的部分 然後也可以讓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自己一些完美裡面的一個參與一下 OK 那我們其中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請求報告 那這就是讓每一組同學自己去找一個 跟生醫相關的一個題目 自己去做一下研究 然後來跟其他的同學來做一個報告 那報告時間約15到20分鐘 那台下會有提問的時間 那跟以往不同的是 接下來我會比較注重 希望大家在課堂上面的參與 所以如果在台下如果有提問的話 基本上在課堂上面是會再會有狀態 那最後是期末專題的部分 期末專題這兩年來 我發現大家的創意越來越好 OK 我們現在會開始發現出來說 OK 市場上面到底實際上需要是什麼 那我們就來去做出一些什麼東西 那包括比較新的一些東西 生物特徵電池 OK 然後或者是利用我們的經驗訊號 甚至我們現在有很多人 他們就想說 那我就頒分來做Wareable Dubox OK 這個學期有一、兩個感覺做到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一些我們實際的一些影片 我們一些影片 就是比較比方的 他用眼熟的方式 接動是上下子 我這樣聲明 我就是他用手 氣墊上面接動是動式 你說他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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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我 好慘 阿 微去了 對 好 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又小便是嗎 我又想哭 我又想哭 他又沒有人就哭了 他又沒有人就哭了 好開心 我們現在這種時候的女子歇修 比較喜歡的女友 我們特別喜歡的音樂來講的話 我們也有所謂的音樂的方式 有多是 還有很多手 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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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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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腳 手腳 手腳腳 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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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固化,所以我們時間很溫暖 那值得跟大家一提的就是 他們想要把CG跟中醫做一個 他們說把中醫比較科學化 他們在中醫上面來講的話 通常我們就是聽診,或者是用看的方式 所以他們分別做出了一個可以聽心音的器具 和一個可以看舌胎的科報式 只要是利用我們電腦上面的webcam 去拍每一個人的舌胎的狀況 然後進而去把他statement出來 OK,可能前端他可能是自己的威脅 可能是某一個人的體大,或者是某一個人的體大 然後再用影像處理的方式 然後去分解看出來說 這個人可能現在 中醫的理論來講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生理狀況 沒有,那我們算完的結果 會現實實在這張的體育圖上面 相對應的就是他的心臟 他長的領位 那如果 如果我們發現 他在正常範圍 一個標準差的一面的話 他的平均 或在一個標準差的一面的話 就代表這個人是健溫的 OK 那大家可以其實可以看到 我們真的希望大家做的都是很不一樣的東西 那你們也非常非常鼓勵 如果你有特別新的一些想法 想要做的話 在實驗課能夠暫屬的範圍底下 我們都會很鼓勵大家去拿一些新的東西來創 那最後來的話就是跟大家講 這是我們實驗課的一個網頁 所有實驗課的訊息 然後包括我們課程的資料 大家的期末期中的報告的部分 OK 大至少都在這上面 那我的email在底下 如果大家對這堂課有什麼疑問的話 也歡迎大家來寫信給我 或者是你們對這堂課有什麼樣子的建議的話 歡迎歡迎 OK 那請繼續倒架 謝謝大家